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可以用广播收听 也可以在摩克斯上看的节目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的同事 我是正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的同事黄露峰黄教授 年轻的黄教授他到澳洲去留学的时候 他不是特别做了一套潜水衣吗 他还没讲到他潜水衣的故事 我们就请黄教授讲他的故事 谢谢 因为对海洋相当的向往 所以那边有大宝礁 所以我们就常常跑到海边 然后也跑到 因为大宝礁很长 我们也跑到中心点 那他们有一个海上平台 我们必须要搭船过去 然后到那个海上平台之后 所有的游客他都下船 那这个海上平台下面 他事实上他有玻璃屋也有餐厅 那我们就在那边穿着潜水衣 然后也试着去潜水 那我跟我的印度朋友 跟我的其他的不同国籍的这些朋友 大家都下水去玩 那因为那时候呢 我刚订婚 所以呢 那时候没那么胖 那时候很瘦 我有我的engaging ring 就是我的订婚戒指戴在手上 那因为抹防晒有的关系 所以变得是非常的滑 那就游着游着 然后就是在那边欣赏下面的潜水服也好 或是一些珊瑚礁 那不小心我的这个订婚戒指 他就滑下去了 那就紧张了 因为那个是一个信物啊 到时候掉了失婚了怎么办 我就赶快潜下去 一无反顾的 那个本来就是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本能 就潜到下面去 然后因为这个在整个掉的过程 它是会晃动的 而且我们手去抓 是不容易抓到的 所以呢 我就抓了好几次 抓了两三次 一直往下潜 最后终于被我抓到了 然后我已经看到 大概水下 五六公尺的这个潜水服 已经在下面了 我就抓了之后 然后赶快就回到这个海面上 然后我回到岸上 回到那个平台之后呢 那个休闲的海洋的这个平台之后呢 那就有一个澳洲的女生说 喔 她好厉害喔 她这样子抓到一个白白的东西 那我就跟她讲说 That's my engagement ring 这样子 当时真的是吓出一声冷汗 因为那时候是穷学生 那那一颗事实上也是 也是钻石的 这不是说随便买的是钻石的一个 那终于被我抓到 那也是放下心中的一颗钻石 这样子 这是我们在那边发现的一件趣事 从您留学回来以后 你就把这些有在澳洲学到的一些海洋的休闲的部分 用到了在您的教学以及在高雄市的一些计划上 对不对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好 来到镇修之后 然后我们就去海洋局 那刚好一个98年度的时候有一个休闲渔业的规划 那我们去竞标 去我们也拿到顺利的拿到这个计划 那我们就开始去做整个渔村的一个调查 当时候的范围只有在高雄市 所以那时候有八个渔村 有八个渔村 所以我们每一个渔村都做了一些资源的调查 那里面包含了这个海洋的资源也好 陆上的这些渔村的资源 文化的部分 然后人的部分 然后这些渔民它有什么样的困境 因为我们的发展的方向是要朝休闲的部分 那有鉴于海洋局有鉴于说 现在的渔业慢慢的枯竭 所以他们在抓鱼也抓不到那么多 所以他们在生计上面 事实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导向 导向休闲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包含渔乐渔船 包含一支调的部分 那这个渔村它也可以做一些观光的使用 因为它有现有的 不管是海洋的景观也好 渔村的景观也好 或者是旧有的文化 宗庙的文化 一些节信活动 这些都相当的丰富 所以从这个面向我们去做大量的 这样子八个渔村的一些调查 举个例子来讲 像古山渔港 那我们事实上我们就把它定位为航行者之港 因为那边有有体码头 所以我们经过调查 就是我们经过资源调查之后 也经过了很多的访谈之后 我们认为说那边是适合所谓的航行者之港 因为它本来就是有一个这个渔庭码头 那其他的地方像骑津渔港 那像这个上竹里 像上竹里它我们就把它定位为 所谓的这个艺术渔村之港 有的是节庆 文化节庆的港口 有的是生产的 有的是这个教育的 我们就依照不同的性质 我们把它做了一些定位 做了这些调查 那当中也访问了很多的渔民 也看到很多不同的 这些渔村里面的一些生态 比如说像大部分都是老年化 是很多啦 很多的这些渔民都是七八十岁 那这些渔民呢 它出个海 有时候就两三天才回来 蛮危险的 那所以呢 这个海洋局这个部分 它希望说整个渔村 能够引进观光人潮 有些人可以留在岸上 经营休闲渔悦 这个路上这个部分 有一些民宿啦 或者说把它开发成纪念品啦 然后这个伴手礼啦 还有一些游城方面的 节庆活动啦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改造 这是我们主要在 我们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内容 王教授讲到这里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为什么没有把它在澳洲的经验 放在台湾用呢 我不知道他最后的这个 他的计划结局是怎样 可是我可以在他 研究他计划结局的之前 可以跟我讲说 澳洲的那个海上休闲平台 在台湾到目前为止是不适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地方的海洋的环境特性 是不一样的 澳洲为什么叫做大宝礁 它有一千多公里长的 海岸线是珊瑚礁 宽的地方甚至有上百公里那么宽 宰的地方也有几公里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丰富的珊瑚资源 其实到澳洲到那个大宝礁的珊瑚资源 也跟我们台湾去肯定是不一样的 台湾肯定就从水边就走下去了 澳洲它化为流气的珊瑚资源 其实是离海岸很远 可能要坐一两个钟头的船到那边去 所以说你去那个地方的冲击 就不会说跟岸上的冲击 有一个加成的作用 就让这个珊瑚礁受到损伤 台湾其实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它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它你去的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数量可以被控制的 所以它对地区造成的冲击 是那个地方可以承受的 它做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它刚刚讲的是一个海上平台 就在台上像一个台子一样 然后它可以往下面 它是扶着的 不是从海底下这样打装上来的 底下那个部分 比较深的部分 就像我们船的那个船舱里面 它就做成了它的餐厅 然后它上面呢 它就做成了一些喝咖啡的 晒太阳的 休闲的地方 它旁边的 它也不是随便摆一个平台 它的平台一定摆在靠在一个 珊瑚礁台的旁边 对 它那个珊瑚礁台旁边 因为它是个珊瑚礁嘛 所以它就有一个很美丽的 珊瑚礁的生态区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鱼 因为那边没有人打扰 所以那个鱼的数量很多 而且它也不怕人 它有的那个鱼很大只 像那个青衣 像龙毡 或者像这个苏妹 就是我们的拿破仑鱼 都可以长到这么大只 差不多有 你听收音机不知道我讲多大只 所以你要上摩克斯 差不多八九十公分 甚至有的一公尺以上的大鱼 那个鱼很好玩 它很亲近你 它不怕你 它可以游到你很旁边 所以你不需要去 带个潜水装备 不需要用那种水废潜水 你往往就可以很靠近那个鱼了 好像它是不太 不准你喂它的 对 就算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它也不准你有食物 丢到这个海里面去 所以那个鱼来靠近你 并不是因为你去喂它 让它来靠近你 台湾有很多的海洋的所谓的 当然更好笑的就是保护区 它在里面是可以喂鱼 然后让这个鱼过来 然后其实对一个真正的 对自然的尊重的话 我们是不太会去用 利诱的方式 用食物去改变鱼的行为 当然更改变它里面的一些营养分的平衡 刚刚讲说那个平台上的所有的厨余 排泄是不丢在海里的 它是重新把它收集起来 再用船在运回岸上的 所以就像刚才黄教授讲的一个 海上小小的油气平台 它后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学理 还有对生态的尊重 那个尊重是基于学理来的 而不是说方力行说不可以 环保团体说可以 说不可以 谁说可以 不是这样子的 它是基于学理的 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台湾要发展不是这么容易 不是你操个东西过来就可以 像举个例子 我也是今年而已 大概7月份的时候 我们到澎湖去 那我们知道澎湖这个部分 是让它发展得非常好 从观光旅游 我说整个岛的一个发展 那它也是很多 类似海上平台的船屋的样子 那它们做了相往养殖 那我们就坐船过去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看这个相往养殖也好 或是吃蚵仔 然后体验一下 整个这个海上的一些运作 看蚵仔卡 看这个科架 这样子的一个运作 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不过 陈如我们讲座讲的 因为它在澳洲那一边 它事实上 它旁边的珊瑚礁 然后 它的这个潜水浮潜 它可以靠近这个珊瑚礁 那时候闹了一个笑话 因为我们从这个乡下的地方 到那个先进国家 那时候不知道 因为有有有 有的太靠近了 然后就 因为已经碰到 脚已经碰到那个珊瑚 我们就站起来 结果就被那一边的渔民 就一直讲 一直吹哨子 然后那时候还完全没有去耳慰 说 我这样子是严重的破坏了一个大自然 因为它脚踩到了 对 它靠着这个渔民 或者是当地的这些业者 它是靠这些生态 保护这些生态 然后而能够把永续的去经营 永续的去生存 所以那时候 事实上感觉到非常的一个 shock 也学到很多东西 也开始像 讲座说的 开始要去尊重 人家是怎么保护生态的 他刚刚说站起来是因为你脚 他认为你脚下踩到了珊瑚礁了 在台湾从岸边进出潜水的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是踩着山胡椒过去的 早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呼吁 现在听说已经有一些改进了 但是大部分的业者还是缺乏 这个真正的生态方面的知识 这也是为什么 要请向黄教授的这种人 要献身说法 把我们对生态的 虽然是休闲 虽然是一种这个娱乐 但它其实我们对环境的伤害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 是跟工业伤害是非常类似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听这个 黄教授的休闲娱乐规划 海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